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警務處大署長鄧炳強 去了北京進行訪問 今早就去天安門廣場看星旗麗 看完以後就有些大陸媒體跟他進行採訪 如果你看過那段新聞片 你就知道我說什麼了 這個鄧大署長竟然假裝謙卑和愛國 整隻蝦巴狗上身 極盡擦鞋和獻微之能事 對比起他昨天在記者會當中 怎樣來叮囑民陣 就叫民陣鼓起勇氣來譴責暴力 即是那副不可一世 威風八面那副模樣 為什麼你回到大陸的時候不是這樣 為什麼你回到大陸就可以低聲下氣 對著我們自己香港人的時候 就是極高氣揚 這些就是典型的拆鞋狗 為了權位就可以去到這麼盡 物極必反 鄧大署長 看看他的新聞片裡的訪問說什麼 先頭說一些官方的事 就說希望香港警察 就以忠誠榮譽 心悉社會的精神 萬眾一心 盡快全程投入止暴治亂 但是他讀得很肉酸的 這普通話 練一下 逗你多少錢一個月 普通話不練韓快擦鞋吃屎了去 跟著他就說擦鞋 這些骨臂了 今天是第一次近距離看升旗 心情非常激動 看到國旗飄揚 感受到國家的強大 你是幾個骨臂 看見作偶 看到這個心情非常激動 香港市民見到你鄧炳強也非常激動 本來我們每個人都不認識誰是鄧炳強 但是在721事件以後 你的大名當然是響噹噹 皆知項聞 現在回到大陸就拆鞋 扮愛國 感受到國家就搶大陸 看見你鄧炳強 你這副德性 我就覺得噁心 不知所謂 回到拆鞋 拆到黏黏 那怎麼辦呢 你也是沒得升的 你還想升什麼 升為保安局長 還是升為特首 真的做軍政府 當時是機局連戒 然後他還說到 要感謝公安部的安排 以及一直支持 又感謝國家主席習近平 堅定不移支持香港警察 那你就看看你用得多久 不要忘記 有一個在黨綱裡面 寫了一支班人的林彪 終於是在蒙古 墮基 你就看好了多久 當有需要交名去制裁的時候 就看會不會交你的名字 看看誰制期 這班警察 專門來買裝備 對付香港市民 准軍事部隊 經常說自己止暴制亂 除暴安良 其實你在做什麼 人都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之前有幾輛 銳武裝甲車 其中有些是燒著了 報費 聽聞 現在原來有四輛 裝甲車正在來 總值是3100多萬 就是港幣 你永遠就是這樣 買了這些 就不等於用的裝備回來 你一個小小的城市 要不要買這麼多這些裝備 你到底買來是維穩 還是用來維持治安 用不需要這麼多裝備 永遠就買些東西 來對付自己的人民 香港人的錢 就花了這些地方 錢就不說派給我們 然後就買些垃圾 出糧給警察 根本想市民納稅 真的很慘 就是給你錢 打自己 或者打自己的小朋友 這四輛最新的 戰術裝甲車 有什麼來頭巴幣呢 值三千多萬 原來它就配備了 最新的防彈功能 無線電系統 照明系統 和警報裝置 而每輛裝甲車 最多可以容納十隻警察 車頂還可以安裝一個 獨立的梯級裝置 有需要的時候 就可以安裝斜台和樓梯 希望它就不要摸死 就是買這些東西 來殘害自己的市民 根本上是沒有需要用的 除非你是對付那些遊行示威者 香港有幾何要出動這些車 真是多餘 那就花了幾千萬 根本上立法會 監管不力 保皇黨建制派佔多數就是這樣 市民真的要覺醒 區議會投完 不是完全完結的 還有很多東西 你真的不能夠 真的 現在這些錢 亂花在立法會上 看見都眼淵 然後呢 再說一下這個陳茂波 陳茂波今天 去了港台 星期六問責節目 說話 又是關於錢 我想說 他呢 就是派這四千元 當然 就被人罵到七個一皮 那些手續又繁複 審批的時間又長 到派到市民手上 那時候 根本上很多人都不足四千元 幾十元的都有 當市民是乞衣都不如 因為乞衣都值五個水 根據林鄭的標準 好了 那現在陳茂波那些主持人 當然問到他 關於你會不會再派錢的問題 今年 為這麼多民怨沸騰 你都應該派 派了市民都繼續扔你 何況不派了你兩錢 是重的 是不是 他今天怎麼說呢 他就說 今屆政府的財政哲學 就是要針對性運用的資源 上一次那四千元派錢 效果不太理想 但是如果再派錢的話 就會持開放的態度 同時會客觀地審視 那就是 講來講 他就是不肯派錢 陳大師長去 自己一個月就乾豆人工 三十五萬九千元 你看看那些勞府大眾 看那些基層市民 行不行 上次派四千元 這個什麼關愛計劃 已經是少的了 四千元你不如不要派 為什麼不學一下澳門街 參考一下別人 好的你又不學 別人的現金分享計劃 一筆東西 起碼你也派六千元 幾年前曾駿華師長也派六千元 陳大師長掩著我 荷包的錢就不是你的 對不對 那些錢你花了哪裏 對不對 你真的買那些裝甲車 應該是出OT給那些警察 那為什麼不派給市民 為什麼不與民同樂 為什麼不與民休息 為什麼不與民休息 經常說到恐嚇市民經濟下行 怎樣怎樣 託一下成哥 取之於民就用之於民 這個根本上就是一個慈悲為懷的商人 可以告訴你 真正一個典型的現代新儒商 儒是儒家的儒 這個真的做得到 不是說要吹捧他 有些人在留言說 你吹捧成哥 事實上他做得好 我們的節目就要是其是 對不對 做得不好的就非其非 做得好又罵他 那就是等比雷劈 這些做得不好的就要罵他 是不是 三十五萬九千元 你做了些什麼出來 是不是 你當然是不幸 那幾千元 零頭你都九千了 整班傢伙在那裏 你在那個寫字樓 在辦公室那裏 量住冷氣量住暖氣 你根本上又感受不到民間疾苦 完全就是不食人間煙火 所以你便經常說 你那些所謂理財新哲學 經常在那裏說要針對性的措施 成哥的應急拯救針對性 人家不一樣 現兜兜地針對飲食業 旅遊業 小販業 走去派錢 人家不現兜兜給綠皮 這些就說得出 做得到急 市民所急 賞市民所賞 你又怎樣 你說你多折奪 上次派4000元 就像租質市民那樣 又要那些長者去排隊 如果你可以在網上搞 別人的子女 別人的孫子孫女 都可以幫他按掣 在網上按一按就搞定 你又不是 一定要租質那些長者 租質那些平民 你派得這麼折奪 你真的不怕自己收尾了幾年 你不提出那些市民 警察又暴打那些市民 市民一樣會有反應 立法會的財務委員會 昨天就開始審議了 下一個年度的公務員 薪酬調整 即是議題 現在 目前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 和那些新當選的 即是後任區議員 全部就已經有超過300人聯署了 聯署什麼呢 就是要求政府和財委會 由公務員加薪的議程當中 抽起警隊的薪酬問題 作出一個獨立的審議 再去否決警隊加薪 作為追究警察暴力的第一步 這個就說得非常好 你抽起這個作為獨立審議 不要因為一顆老鼠屎 而剝壞一窩粥 這個理由說得很好 你這個根本上 就是不應該再加薪 為什麼他在過去幾個月 所謂執勤的時候 他已經是OT 錢了 你還加什麼薪 你這個表現 四成人的市民 在民調當中給零分 你這個警察 即是說是極度不滿意 如果有負分的話 你一早已經負分 你就不承認自己的誠信 破產各樣 是不是 你這個表現這麼差的紀律部隊 如果你建制派是色彩的 都應該附和民主派這個動議 是不是 不然你下年選舉就輸了 今年已經是2019年的12月 20年9月又選了 這個立法會 9月頭又選了 是不是 你應該也要 你又說支持 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蔣麗雲 剛剛 現在將警察的加薪 從整體的公務員加薪當中 抽起他 是吧 另作別論 然後再否決他就最好 對不對 你不要給錯誤的信息 這些警察 原來他們打這些市民 打這些青年同胞 租資的青年同胞 還可以給他們錢 那你就肯定了他們這些工作 你肯定了警察暴力 和肯定了他們行使私營 這些是錯誤信息 這些是 應該就要怎樣 要譴責警察暴力 是不是 你釘捉鄧炳強大署長回來 不知所為 還在審議這些法案 然後又有救票就過 你過吧 你過吧 又挑起民怨 你建制派救票就過吧 你儘管去 你儘管做吧 市民就不再是甘如記憶 是會一定記得你這些人做過你什麼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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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